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年前是就完全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的一个小白这样 这五年其实接触还挺多 有一开始主要可能是工业 可能是跟粉丝接触比较多 然后后来也参加了一些影视剧啊 或者是综艺的拍摄 其实我跟蛋蛋哥认识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觉得吧 他看我老师瞇着眼睛感觉怪怪的 你好啊婷婷 结果今天我才发现是我错怪他了 因为他看张恬寅老师也是怪怪的 你好啊恬寅老师 娱乐圈生存的法则你认为是什么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有礼貌 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 其次的话还是工作能力吧 就是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 这样我觉得应该 基本上不会有人讨厌你 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 自己会不会有压力 会啊会啊会啊 因为有很多优秀的前辈 也有很多优秀的后辈嘛 所以还是要一直不停歇的努力才行 因为很容易就就是 比如被淘汰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还是很残酷的这个圈 我叫黄彬云 我喜欢陈湘 超会跳 我叫刘维 我Pink姨婆 超会撩 我第一次参加舞台公演 那个时候的心情和场景 很紧张很紧张 心跳特别快 然后在台上说话唱歌什么声音都是抖的 害怕出错吗还是 害怕看到观众 都害怕吧 因为虽然第一次表演之前也排练很多 但是一直排练就是没有观众的状态 就是台下都是空的 所以就还好练到以为自己已经练到可以了 但是结果一出去很多观众 而且我们粉丝会打抠嘛 就会很紧张 在这个成为歌手梦想的道路上 大家一直在 不要哭 不要哭 一开始其实想的还挺简单的 只是喜欢唱歌而已 现在可能也会追求多方面的发展吧 有想过转型 因为虽然我们是个少女友向团体嘛 但是毕竟比如每年会有比你更年轻更可爱的那些新成员进来嘛 那你总不能就是一成不变一直可爱下去 会不会自己担心自己的粉丝爬墙呢 以前会 但是后来觉得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有人走也会有新的人来 未来你不做女团车员了的话 可能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不会去做翻译吧 翻译也确实也好 五年没有接触了 也差不多忘记 但可能捡起来也需要一段时间 花店这种咖啡店感觉都很不错 主要是现在因为生活的比较不稳定嘛 所以还挺向往那种稳定的生活 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在你的粉丝里面 我最看重的 我最看重的其实是有趣 尤其是握手会的时候 因为大家很容易不知道说什么 会很紧张嘛 经过大家来的时候 一定要说的话就是 我好紧张 我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时候觉得 有的人就非常有趣 他会说一些段子之类的 或者说什么图为情话之类 就很好笑 有没有考虑去现场 给我们来一个图为情话 那你配合我一下 好 你喜欢猫吗 喜欢 没有 没听过是吧 没听过 好的成功了 那如果我答不喜欢怎么办 那我问你喜欢狗吗 也不喜欢 都不喜欢吗 好吧那我也不喜欢 喜欢你 哈哈哈哈 零视频APP 等你下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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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